我先简单的把这个归的意义告诉大家 归是回归 是回头 依是依靠 那么在以往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除世代人家屋都是依自己的烦恼吸气 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那么这个就是说造业了 起心动念 言语造作都是造业 我们从这里回过头来 从今之后放下我们的成见 放下自己的想法 看法 做法 我们依靠佛陀的教诲 依靠经典佛陀的教诲 我们的思想 见解 言行 都要跟经典相应 这就叫依靠了 这就是真正皈依了 如果不是这样 那只有皈依的形式 没有皈依的实质 这一点特别特别重要 皈依是皈依三宝 不是皈依一个法司 皈依一个法司 那就错了 那我们这个法司跟法司之间都对立了 这一家一家都分党派了 这一分党派就破活活生 这个罪是多阿比迪 所以这个一定要晓得 那么我只是 给你们做皈依呢 我这僧团里面一个代表 为你们传授三规 这个皈依的是皈依佛 皈依法 皈依身 绝对不是皈依某一个人 这个一定要清楚 那么我给诸位的皈依证 是三皈依证明 二十里 写得很清楚 所以以后人家要问你们 你们皈依某一个法司 你不要说法司 说法司是错误的 我们皈依佛法身三宝 佛法身呢 也要有个代表 不代表没有代表就很空洞 那皈依佛 我们皈依阿弥陀佛 为什么不皈依释迦摩尼佛呢 释迦摩尼佛叫我们皈依阿弥陀佛 我们听话了 这个一定要懂得 皈依法 法是无量寿金 阿弥陀金 我们以这两部经 为我们的依靠 归一身 身是观世音菩萨 大师之菩萨 他们是身宝的代表 这就决定不错了 好 现在跟我念诗词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念 阿弥陀佛念 我弟子妙音 我弟子妙音 时从今日 乃至命存 归以佛陀 归以佛陀 两祖中尊 归以大摩 归以大摩 利欲中尊 归以身协 归以身协 注重中尊 向佛相依问语 再念第二遍 阿弥陀佛念 阿弥陀佛念 我弟子妙音 我弟子妙音 时从今日 时从今日 乃至命存 归以佛陀 归以佛陀 两祖中尊 归以大摩 利欲中尊 归以身协 归以身协 注重中尊 向佛相依问语 念第三遍 阿弥陀佛念 我弟子妙音 时从今日 乃至命存 归以佛陀 两祖中尊 归以大摩 归以大摩 利欲中尊 归以身协 注重中尊 向佛相依 三文训理 阿弥陀佛 在文训 上文训 好我们理线 证明阿瑟琳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感谢观看